伴随隆隆鼓声以及省师表演 高雄市长陈其迈 协同经济部长王美花 以及当地立委议员还有多位里长 共同见证岗山的北高雄产业园区迎来动图典礼 该园区位在北高雄螺丝扣建聚落 更连接桥科 陆科 本州工业区等等 由于近年来国际情势以及台商回流 土地需求大幅提升 园区也预计引进金属制品制造业 以及其他低污染产业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42公顷的园区的面积 大概可以提供20几公顷的产业用地 那其中也包括了在未来也可以创造 大概年产值有128亿左右的年产值 增加2400个就业机会 由于最近水情不理想 加上4月份电价上涨 是否将影响厂商进驻的意愿 陈其迈对此也强调 水不是问题 电不是问题 园区的包括说从招商到投资设厂 到整个行政的服务 我们都会做一条龙的一个服务 也务必让整个投资能够顺利的落地 另外洞工中的乔科周边出现了交通堵塞的问题 北高雄产业园区也同样受到关注 对于连外道路是否会再做调整以减少交通冲击 陈吉迈表示几个重要道路将会加速开发 也提到最接近的台19甲 除了说这个台19甲 我们也根据整个交通的流量 以及当地的交通的这个状况 那依它的时段跟它的路线做妥善的规划 北高雄产业园区作为半导体 X狼带的重要枢纽 除了产业发展 陈吉迈也强调 不管在交通、排水或周遭生活设施 都会在开辟时进行优化 把交通以及环境冲击减到最低 提供一个完善的产业园区